隨著5月8日 香港成功順利舉行了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之後 昨天他亦與當選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會面 亦標誌著兩屆政府的交接將會正式展開 在未來將會有起碼以下這幾件工作 第一 我們已經在星期日將律政司和各個政策局 提交給當選行政長官的資料送交了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昨天李家超先生亦要求如果有補充的資料他需要 他會接觸我們 我們亦說非常樂意為他提供進一步 有關於來自律政司和13個政策局提供的資料 第二個要交涉的工作就是有關於政府的架構重組 我早於去年的司令報告已經主動提出了一個政府架構重整的方案 當時已經是表明這套方案的實施是要等到第六任行政長官選出之後他同意 現屬於現屬於現屬於立法會的政府架構重組 所以現在對於我們筹備去立法會爭取支持的政府架構重組 仍然是以今年一月公布的三司十五局為藍本 現在正正在等待當選的行政長官對於這個三司十五局的方案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昨天亦都說了給John聽 其實時間是非常非常緊迫的 希望盡快得到當選行政長官的確實的看法 就不是在我控制範圍內 但是我已經提交了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給當選的行政長官 我們原本的設計的時間表 就應該在下個星期爭取行政會議可以討論 雖然我也有信心 今日的行政會議都會接受三司十五局的方案 但是都是需要走程序 我相信在早班那裡就不會等到立法會大會去到六月中通過才找人 因為這個正正是愛國者治港之後的選舉制度的優勢 我們知道這個立法會是會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 因為立法會就已經表示會全面配合 所以在這些因素之下 在一個更加短的時間裏面完成 似乎都應該有把握的 第三個交接的重點的工作 當然是二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 和七月一日的就職典禮 這個工作也會隨著疫情比較穩定下來 我們是可以開展的 接著說回我們餘下這五十天 本屆政府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 第一當然所有的立法工作 或者與立法會互動的工作都是在進行著 在這裡我特別是要感謝 立法會有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這個法案委員會 在上個星期應該是五月五日的會議上 已經是完成了續條審議 有望在六月中可以提交給立法會 是恢復二讀和三讀 第二個工作當然是繼續穩控這個疫情 亦都讓香港社會能夠有秩序的伏償 在五月十九日第二階段的社交距離措施 將會落實 在五月五日我們提早三項的社交距離措施的放寬 似乎社會上都是很正面的反應 亦都很歡迎的 我們都樂見社會上是恢復更加多的市民的日常活動 這是香港 whim fin屆的 Overall或者chool營業 後來說或有為魅力了